3 2 1 每年iPhone开卖通讯行排人容店面抢到缺货 不少国粉在发布前就在探听新款iPhone讯息 达人抢先曝光模型机 你没看错正面没有太大差异 不过背面的三颗镜头 据传就是苹果这次主打 不但内进升级加了广角镜夜拍模式也会再进化 达人甚至透露电量也会升级 目前虽然还没有命名 正式发表的时间将会在台湾时间的9月11号凌晨12点 高贵的价格预估也会和10S Max差不多落在4万以上 因为苹果它比较不像安卓阵营跑得这么快 很多的黑科技 但它们的性能跟它们把硬体加进来都是求稳 所以我觉得它这次应该就是大电量 然后拍照好 录影好 然后最新处理器 不过对于外观跟心机的特色 民众买单吗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它那个照相的那个地方实在太奇怪了 它应该可以设计的比较好看一点 还是玩iPhone 为什么 就是我的习惯还是用iPhone比较多 除了iPhone小米也推出新款手机 同样主推拍照功能 最特别的是自拍内镜采用伸缩镜头 不但能有120度的广角更能少掉 刘海的困扰抢攻 评价市场 相机方面呢 也是4800万像素的三镜头 那有长焦镜头 也有广角的镜头 综合来看的话呢 我们会觉得说 那它在这个同价位的产品当中呢 它的那种性能的优势 还是非常突出的 不过根据芝加哥论坛报的测试 有多款手机辐射量超过FCC标准 而iPhone 7和8 Plus都名列在其中 但对此苹果提出异议 人手一级的年代 手机推成出锡 米粉国粉摩拳擦掌 就等开买难客 要来抢购新机 接下来我们下期 谢后云台北报道